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准时收看我们每周四晚上的这个在线的讲座 周二也有当然是悉尼的同事来做 那么他们是偏向于技术分析的 我们偏向于比较灵活的 从宏观到微观都有 那么今天从开头啊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电影 做金融的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观看欣赏的这个电影 里面蕴含的这个意义啊 和我们目前应该自己去怎么去在特定的一个历史时间去操作啊 基本上电影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重复了 告诉我们了当时呢是什么情况 那么其中一个电影呢就叫大而不倒 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之前没有看过的话 这个电影呢是讲的什么内容呢 是讲了2008年啊 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么美国呢 财政部是如何面对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次贷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把它打开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啊 too big to fail 大而不倒 那么他的直面意思呢 就是说银行太过于庞大 所以说不能倒下啊 就是银行永远不能破产银行 这就是银行目前绑架了政府 所以一旦银行出现问题的话 那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在最终买单吗 因为啊政府不想让他倒闭呢啊那么就只能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呢有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点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主要说的是什么呢啊 我我放大一些啊就是华尔街包括这个各国的央行财政部啊 他们呢基本都是利益绑定在一起的啊 很多人都是觉得啊非常的啊 作为中产阶级我们非常的被动 那么当时呢雷兰兄弟破产的时候呢 他也是想要让这个美联储或者是央行啊 救他一下 但是最终是没有 因为摩根和高盛呢 其实也是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当时呢美国有个公司啊叫AIJ 相当于是目前澳洲AMP的地位 那么他当时呢啊最后政府决定了是就这个AIJ 以及房里美房地美这些公司 那么大家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 那么因为他呢是当时呢有很多资产价格 已经是完全的缩水 可能一分钱都不值了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去买单 对吧中国大陆呢比较喜欢买单的就是散户 我们买这种主动型投资的这种啊基金公募基金 那么经常会去接飞刀 那么在美国也是一样的 其实各个国家都是类似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合并投行与商业银行啊 或者直接注资给银行 那么慢慢的去透露出来 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多少坏账 然后大家慢慢去消化掉 然后呢当时出现了这电影里面 还出现了一位中国官员 然后呢当时也买了美国的这个房地美 房地美的这个几十亿的美债啊 所以说呢货币战争当时也差点就打响了 但事实上呢也是美国最后传导到中国 也是传导到这个俄罗斯 所以说呢大家看一下他记者上 记者招待会上 鲍尔森的挥舞着中国小红旗牌照 取悦中国人啊 真是和目前现在的中美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啊 就中国啊美国有难的时候啊 需要中国这个帮忙的时候 他会非常努力的去示好啊 非常知道中国的政府喜欢什么 所以说呢就公开的啊挂小红旗 然后呢啊去让中国大陆的官员呢 对美国进行一个经济上的援助 包括不要在短期内抛他的美债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中国 很多外卫储备买了美债 觉得不应该去买 而应该去买海外的一些良性的优质的资产 其实他一直有战略上的考虑 他是一种制衡 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 中国持有他这么多的债务 如果是某一天中国政府不开心了 瞬间全抛到市场上 那么美债可能就崩盘了 俄罗斯也抛的话 基本上欧洲呢 日本也是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 所以呢这是这部电影 还有一部呢 是这个欧洲的一家银行 呃在2008年 亏损非常严重 这个银行的名字 我一直想不起来啊 星夜银行这里有啊 这部电影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是真实事件啊 他是亏了49亿欧元 合计71亿美元啊 大概是90接近100亿啊 应该是100多亿澳币 500亿人民币啊 就亏了 那么他做的事情跟我们非常像啊 就是金融衍生品啊 就是我们大家做的呢 都是金融衍生品 就是这个股指期货 啊 所以呢 他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那么这个电影呢 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我给大家找一下法国星夜银行 看一下电影 他也是交易员造成的 啊 这个电影也非常的好 有点像我们很多客户 其实呢 都是跟这个比较类似的 500亿欧元啊 做空交易必案 电影名字我看一下啊 法国交易员 星夜银行交易员 巴黎交易员 这里 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巴黎交易员 好了找到了啊 或者叫局外人 这部电影呢 也非常的不错 2016年上映的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那么他最终讲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不可控的人性 那么在这个交易员呢 呃 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啊 那么这个这个人呢 这个主角 那么他进入法国星夜银行之后呢 大家发现 哎 他数学比较好 然后呢 让他去给了他一笔资金 让他去做交易 那么他一开始掌握的资金呢 可能只有200万 啊 那么后来呢 他比方说掌握到了500万 但他觉得远远不够 但那个时候呢 星夜银行的风控系统不是那么完善 他可以擅自挪用 呃 整个部门的资金 比方说挪用1000亿 2000亿 那最终只要是赚钱呢 其实呢 部门的领导都是不管他的啊 只要你最终赚钱就好 就是这样在一开始的几年里面 他都是赚钱的 那么到了最后啊 也是金融出现风险的时候呢 但他还是欧洲股市一直在亏嘛 一直在跌 当然他用了很高的一个杠杆 他本来能动用的只有500万啊 但是他最终动用了几十亿美金 甚至上百亿上千亿的美金 那么到最后呢 他亏了70多亿美金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在赚了15亿欧元 赚了15亿欧元 所以呢 当时呢 他的这个manager对他讲 就你不适合做一个交易员 因为你能想象到 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赚15亿欧元 那要投入多大的资金啊 当然他没有投入那么多的资金 最为一个他原来的manager 深深深的能够知道 就是说公司呢 银行不会给他那么大的权限 让他几年就赚到15亿欧元 所以说呢 他最终呢 是500亿欧元的一个额度 最后输掉呢 513亿人民币 这是2008年爆出了最大的金融业的这个筹案 所以呢 动用的总资金呢 是涉案资金是500亿欧元 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500亿欧元相当于是接近1000亿澳币了 在澳洲啊 我们知道很多上任公司的市值 还没有1000亿澳币 比方说AMP AMP的话 他目前的市值只有58亿啊 他只要动用零头啊 1000亿澳币动动零头 就能把AMP整个给买下来了 所以说你这个资金还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人性的不可控 当我们的市场能够允许我们去用杠杆来做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人性 其实杠杆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因为能够帮我们去放大一定的可控性 但是如果你觉得控制不了 那你就要把杠杆调小一点啊 比方说当你买了2万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忍不住想要买4万 想要买8万 当你赚100块钱不满足 想要赚200想要赚400 当翻倍的面头一旦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告诉自己这是不太现实的 前两天呢 有个电话打进来呢 我们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听众跟我们说 他有个朋友在华尔街给了他朋友的一个小道消息 让他去买在什么价格去买什么产品啊 比方说英镑告诉他就是1.2去买 那么买到多少多少点啊 那么他的这个朋友呢 就听了之后呢 就2000块钱 最后呢 1000到2000块钱赚到了7000块钱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不靠谱了啊 所以说呢这个呢本身都是人性呢 希望能够赚钱 或者是希望产生包装产生的一个故事 然后让故事去说服其他人 就是给我们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假象 所以呢 很多国内的这种金融公司啊 包括是P2P公司也好 那最终会崩盘 但是崩盘之前还有很多人 不停的在往这个市场里面去进 还有我们最近一个中国的客户 说这个在中国 他现在有个项目是 百分之六每个月的一个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一个回报 那么百分之五是保底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coco就跟他开玩笑 说你要不把房子也给底了 或者卖了都投这个项目 所以呢 你从客观上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客户做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并且呢资金也有很大的 比方说他我上这上半年有人赚了几十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都有 那么这一类呢 他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能赚钱 我们天天讲课也好 或者做网课实际上的操盘 或者是给出前段时间 给出大家说石油可以买涨 对吧 我网课已经很多次说了石油价格很低了 你大不了你少买一点 但是长期的话 他肯定是能上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他可能并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所以呢 可能别人的成功 不一定代表我们能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让一次两次的成功啊 而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可持续的一个设想 我们一次两次 连我自己的话一次两次的成功 那么每一次新的新的交易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全新的开始呢 就有可能亏钱 有可能是赚钱 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每一笔新的交易 都要做好亏钱的准备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理才是正常的 而不是说 我希望每一笔都赚钱 那么肯定这样的人 到最后亏的会非常的惨 这跟去赌场没有区别 因为从概率上来讲 我们永远不可能一直在赚钱 这也不符合 现在的这个社会客观的事实 做任何生意也好 你哪怕开餐馆 都会有某一天是赚的 某几天是赔的 对吧 那么可能你最终赚的 比赔的总量多 那么就是合理的 可能你有一个策略 最近是很适用的 但是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不适用了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调整 那我们就把交易量降低 继续的去测试这个市场 保持一个共性 那么测试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策略自然的会跟着这个市场去调节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交易过程中 你需要不断改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回顾啊 所以说这个电影也非常值得大家看 那么周末 如果大家没有事情的话 一个是大而不倒 一个是局外人 这两部电影 可以给我们告诉金融市场 从大到小 它的这个玩法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不比机构差多少 你想机构能亏70多亿美金 这得赚多少年的钱 才能赚出来70多亿美金 它一年就给亏完了 甚至几天就给亏完了 那么在金融市场上 还有很多人就说这个 呃 内幕啊 前段时间我们说摩根大通 和这个其他一些顶尖的这个机构啊 会有一些操纵白银的现象 那么最近呢 又爆出来这个特朗普设计内幕交易 那么当然这是中国的网站爆出来了 那外媒的官方的主要媒体呢 其实对这个事情呢 保持质疑 那么事实上呢 每一次特朗普讲话之前呢 市场都会发生异动 比方说跟中美谈判的时候呢 啊 如果是大家提前知道 特朗普要讲什么话 那么当然可以提前布局 对吧 他说我希望跟中国谈好 那我要做一定的让步 达成某种协议 基本上呢 除谁 如果能在这之前买入的话 美国的股票指数啊 或者是做空黄金 那么第二天呢 或者是他讲完话之后呢 就会有几千万 几亿美金 几十亿美金赚到手里 那么据这个文章发表呢 啊 就是外媒叫Vanity的一个报道发表呢 特朗普在今年可能获利超过几十亿 几十亿美金啊 大这个是大赚十八亿美金啊 这是6月28号 突然啊 收盘前突然一笔四十二万标普五百指数 期货大单啊 四十二万这个期货指数大单 那么占当天交易量的百分之四十 在收盘前啊 不久 那么这笔交易呢 据统计说是大概是赚了十八亿美金 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怀疑啊 那么也希望能够得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但是事实上来讲 金融市场永远都是这样 大鱼吃小鱼啊 小鱼吃虾米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放弃这部分利润 而做一个长期的利润 对吧 你短期这种利润我们是抓不住的 因为我们没有消息 但是在这个市场上相对于个股来讲 还是比较公开透明的 因为他需要的资金量大 需要度目的关系大 一旦被查了啊 可能就会波及的人 这个职位也比较大 所以说呢 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风险我们就没必要去冒 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源 所以呢 整体来讲的话 市场呢 我们就对于这种消息 我们就看一看 然后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允许存在的市场呢 永远都是有老鼠仓的啊 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 然后呢 呃 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主要是展开讲一下我们的啊 这些过往的分析啊 以及为何能够分析出来他们的相关性 首先我们先讲汇率方面 再讲股票方面 因为汇率方面呢 最近的行情比较多 并且呢 外汇呢 大家一直把它做成一个啊 风险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这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呢 外汇的风险是 所有的金融产品里面偏低的一类 这个怎么讲呢 因为你放在一个宏观的市场里面 汇率的走势呢 它完全就是跟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央行 那么这三点呢 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 从0.8澳币对美金呢 跌到现在 澳洲整体的出口矿业的能力都是在下降的 那么它降息的周期也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美国呢 降息的时间点比澳洲要晚很久 对吧 那么澳元相比于新西兰呢 也是要比它强的 因为新西兰降息降的更早 新西兰是所有发达国家里面 第一个降息的呢 就意味着新西兰的经济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么那个时候呢 是三月份 那那个时候你还不买 买涨澳元堆纽币 我们还等什么呢 所以呢 它的透明性和公平性非常的直白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不可逆转 我们就完全可以大胆的去买入 因为你没有资金能够操纵市场通过影响 反向通过这个影响 政治央行的这种关系 没有人能做到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一个货币队背后呢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这些主要的因素在目前有没有发生变化 澳元对日元呢 是被衡量全球风险偏好的一个货币队 澳元对日元呢 不管我们买黄金也好 买股票也好 你都要看的 因为澳币的敏感系数非常高 日元敏感度更高 日本呢 在1980年左右啊 当时想要买下来全球啊 尤其是想要买下美国 整个美国后来被美国打经济战 打金融战争打得非常惨 但是呢 日本呢 作为下游的这个投资国 早在1980年就已经开始国际化了 到现在呢 市面上流传着这个 就是交流着大量的日元啊 除了美元欧元 那么基本上就是日元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企业 包括呃汽车类的 对吧 电子产品类的 那么都是日本的公司母公司 他的十大财团呢 在全球的地位也非常的大 啊 包括这个呃 三井啊 这些啊 还有三菱银行啊 等等 那么他直接反映是全球的资本 风险情绪 另外呢 大家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日本的利息非常低 零利率已经啊 或者负利率的这种盖 这种时间案 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从日本这个 广岛协议签订之后啊 基本日本的经济就没有复苏 那么日本的资金 在日本赚不到钱 那只能出国了 所以说呢 在海外资金很多 另外呢 大家喜欢在日本融资 因为融资成本低 对吧 澳洲有很多公司啊 就是从日本融资 从欧洲融资 融完了钱 换成澳币 换成美金 然后来澳洲做房产投资 啊 放贷款 很多broker后面的资金呢 都是来自于日本和欧洲的 所以呢 一旦发生风险啊 比方说是全球发生危机了 日元的敏感度非常高 因为这部分钱会换回去 对吧 因为觉得 如果是汇率发生了波动啊 或者是啊 澳洲的经济不好了 那我赶紧把这个澳币 再换回日元 然后赶紧还给日本的 这种银行借款机扣 对吧 不然的话 如果是日元一直升值了 那我在澳洲 今年赚了个百分之四啊 减掉运营成本 对吧 我可能只赚百分之二 那我汇率上亏了百分之二 那我这这么大笔钱 我还是亏损的 所以呢 日元呢 就是风险情绪啊 非常浓重 那么澳元呢 就很简单了 大家熟悉是材料国家货币 和全球经济的一个基础 如果是全球啊 经济好 那么澳元肯定是上涨的 他跟石油比较相像 对吧 石油也是类似的 如果是中美谈成了 那么作为贸易货币的澳元 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利好 他也是原材料提供国 那么在日元和澳币的 这样一个交叉汇率上面来讲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走势图 那么这个图表呢 柱状图啊 就是中间有跟跟塔一样的 这根毛刺的这种形状呢 这个是波动率 底下这个淡蓝色的 是澳元对日元 那么他们两者是呈向一个反向的 对吧 波动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上一旦出现风险的时候呢 大家会恐慌 那么这个呢 就是恐慌指数啊 可以理解成恐慌指数 一旦出现恐慌指数比较高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澳元对日元都是下跌的 那么恐慌指数涨得非常高的时候 澳元对日元跌的就会非常猛 所以呢 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看到恐慌指数突然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反映 澳元对日元要下跌了啊 反之呢 就是上涨 很简单 所以呢 每一个澳元对日元的一个大周期啊 60到100的一个大周期 基本上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一个复苏啊 这样的一个周期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符合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可以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我们这个随时帮大家解答任何的问题 那么我先找一下澳元对日元 对于这个交易软件啊 我相信有很多人还不是很熟悉啊 毕竟我们很多客户呢 都是小白或者是不太了解 不太懂 然后呢 刚刚接触这个市场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周线 澳元对日元的周线 周线呢 底下有根红色的 我把这个给去掉 有一根红色的 红色的呢 就是58啊 就是60附近 然后上方呢 这个地方是100啊 就是60到100这样的一个经济周期 我们看一下这些高点和低点都是什么时候 那么第一个低点呢 是1995年啊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一个高点啊 这个最高的位置呢 是1997年 1997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那么澳日在100啊 短短的几年就掉到了60基本上腰斩了 97年之后呢 香港回归 然后呢 不久就发生了这个98年金融海啸 对吧 就是席卷亚洲四小龙 所以呢 澳元对日元一路下跌啊 那么再往前就是1995年啊 到1997年的这两三年时间 就是亚洲四小龙蓬勃发展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开什么生意 做什么生意都赚钱 包括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 所以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候 那么澳元对日元呢 就完全折射出来了 全球经济高速发展 从60两年的时间就涨到100 那么1997年到2000年啊 这个低点 是2000年 到2000年呢 我们都知道2000年之前呢 还有一个美国股市泡沫 对吧 科技股泡沫在999年左右 所以从979899 2000年呢 全球经济又经历了差不多三年左右的一个下跌 再往后看啊 下一个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2007年 对吧 从2001年到2007年 又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 五到六年的时间 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把它放大一点点 啊 这根红色的柱子呢 就是2007年 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啊 2007年的六月份 澳元队日元冲破了100 这个时候就显得不正常了 因为作为衡量全球经济 好和坏的一个极值 那么上方就是100 下方就是60 所以说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啊 果然2008 2007年7月1号 澳元队日元开始下跌 2007年啊 8月1号呢 下跌最低到什么时候呢 啊 给大家看一下 最低的是正这根白色 最低到了86 从100的位置 直接跌到了86啊 跌的幅度非常大 而后呢 又在这个时候啊 回去了 在9月1号回去了 并在10月1号创出了新高 如果大家看过很多电影的话 就是金融危机期间的 关于金融类的电影 应该知道 很多当时做空的机构 在这个时候死得非常惨 那么他们不仅做空澳元队日元 也做空全球的股票 做空全球的股票指数 所以呢 大空投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又是一部新电影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部电影 叫大空投 大空投里面呢 就有一个机构 是等了非常久啊 大空投 The Big Shot 等到一直等到啊 到这个最惨的时候 2007年10月1号最惨的时候呢 他浮亏掉了百分之三十多 还是四十多 接近百分之五十了 然后呢 他都 他的股东啊 一直打电话 要求撤资撤资啊 说不能再把钱给你了 我已经亏了这么多了 当然了 他直接把电话线给拔了 把股东的电话全给屏蔽了 然后呢 他就拿了他的资金啊 和他股东的钱 基金公司嘛 然后去坚持坚守这个 因为他认为他不会出错 是数据告诉他 那么我们也看到 从11月1号开始呢 澳元对日元就开始继续下挫 一直到2008年7月1号 所以说呢 金融危机来之前啊 都是已经有预兆的了 在2007年的时候 澳元日元已经经历了大幅的震荡 那么就证明了 国际机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对未来的经济走势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呢 十字星 2008年7月1号收出了十字星 2008年7月1号 大家可以查一下 在2008年8月1号 澳日开始了 断崖式的下跌 瀑布式的下跌 短短三个月 就从100跌到60 三个月的时间 对吧 三个月 不需要几年 三个月就跌完了 那么最终的最低价格呢 是收在了58附近 2008年的10月1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机构又会发现 你经济被严重的低估了 因为你到了60附近 又是证明这是个经济的底部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从这个20 2009年1月1号开始 2月1号开始 澳元对日元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研究澳元对日元 进而研究出来 它背后的经济现象 以及当时的经济的情况 我们都能从图形上完全看出来 对吧 这一段时间 反复震荡 从2007年震荡 2008年 那个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中国的股市呢 就基本上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暴跌了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 很多人呢 很早就出来了 对吧 因为中国股市07年涨到6000多点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看到了澳日非常的不正常 看到了黄金价格非常的不正常 黄金价格在07年一路冲高啊 对吧 你这就跟我们在前段时间看到 这个黄金价格一路冲高也是一样的 它极其不正常 所以呢 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周期 对吧 那么在短暂的三个月下跌之后呢 经过一个盘整消化 政府出来救市 然后回涨到86 对吧 86非常熟悉了 之前也有多次碰到这个86的位置 对吧 包括之前盘整的这个区间带也是86啊 还有这里都是86 这里也是86 所以呢 澳元的86呢 是一个中期的经济周期啊 86 那么底下是这样啊 这是多少呢 这是差不多是70啊 70对吧 70的位置 就是底下这根黄色的平行线 那么上方呢 就是86啊 再上方呢 就是100 那么我们再往再看一下啊 这最近的100是什么时候呢 是2013年和2014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引起警惕 就说又到了100 是不是这个经济又要出现危险了 我们看看中国的股市 是不是到了13年会出现问题 对吧 14年出现问题啊 都是有 其实都是有前兆的 那么澳元对日元呢 就是非常明确的 中线呢 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 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啊 然后是70到86 那么大的方向呢 就是100到这个60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目前的澳元对日元 正在往回回升啊 如果是未来能够回升到86 而经济还没有明显的好转啊 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时候 适当的去做空 并且呢 我们手上的这个股票 也该清的也要清一清了 因为有可能又要进入经济下滑 为什么最近能升呢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利空消息了 对吧 中美也开始达成协议了 然后呢 各国央行也在降息刺激经济增长 另外呢 欧洲的脱欧也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啊 所以说澳日呢 就开始往上涨 澳日呢 这个产品确实是有非常强的这个预测的一个属性啊 我们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 那么讲完这个澳元对日元呢 我们再往下进行 大空投啊 这个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黄金和澳元对日元 黄金呢 也是传统的必先属性啊 但它两者呢 会有一点差异 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呢 黄金是可以作为啊 食物持有的 所以呢 它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么底下的这个线呢 就是澳元对日元 上面这根线呢 就是黄金的价格 所以说黄金一路涨 澳日一路跌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为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在这个位置 对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这个位置 澳元对日元呢 突然大幅下跌 但是黄金呢 还没有下跌的速度那么快 因此呢 这个黄金后面给补上了 对不对 这一段给补上了 那么澳日呢 在这一段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对不对 但是黄金呢 在这一段才开始上升 所以呢 澳元对日元 它会比黄金有一定的前瞻性 我给大家画一个竖线啊 大家应该就能清楚一点 比方说是这个位置 这是澳日的最低点 对吧 对应的黄金价格 然后呢 澳日这个已经开始下跌了 对吧 但是黄金呢 从这个位置才开始下跌了 才开始上涨 对吧 所以呢 它都是会有一个前瞻性的 然后我们再看呢 澳日呢 已经回升了 对不对 已经开始回升了 但是黄金呢 还一直在这死守 191490的位置 所以说黄金未来面临的非常强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压力 大家要引起注意 那么这些呢 都是前瞻性能够带给我们的 那么极少数会存在什么情况呢 像这段 两者走势趋头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呢 2018年的8月 当时呢 是这个中美打的比较火热的时候 还有2018年年初的时候 刚刚开始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这种大型事件出来的时候啊 二者有可能会同向 为什么呢 因为机构没有做好准备 就这么直白 因为大家都被打懵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市场需要反应时间 那如果我们提前就知道 它会怎么反应呢 那我们就赶紧提前布局啊 一个就是做空 一个就是做涨 对吧 因为中美贸易战肯定就是这种结果 那么现在谈成了 那么二者呢 哎又开始回归了 对吧 澳元对日元上涨 黄金开始下跌 这个呢就是宏观因素控制的 不过他们还是有一前一后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日经225啊 就是日本的指数 股票指数和石油 以及呢 澳元对日元 为什么这三个要放在一起呢 大家看到澳元对日元呢 是跟风险有关的 而日本本身的股票指数 也跟风险相关 石油呢 也跟风险相关 并且呢 这三个都跟经济相关 经济好的时候 石油上涨 日本股票指数上涨 澳元对日元上涨 对吧 所以他们三个放在一起呢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回测 预测出来 其中的啊 三者 求其一嘛 对吧 我们就跟求xyz一样的 我们知道了两个能求出啊 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嘛 啊 2x加y等于1 x加2y等于3啊 比方这个方程式 我们有两个式子列出来 就能求解 所以它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两个价格呢 就会求出来第三个相关性的 一个价格啊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红色的呢 是模拟的 黑色呢 是实际价格啊 所以说二者呢 还是有一定的可 三者有可预测性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澳元对日元的这个讲解 也是外汇上面 我们需要注意 当然对股票影响 也非常大的一个 产品 那么之后呢 再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最近的几个股评报告的推荐 啊 这个呢 是 NAN 啊 很多人也知道 我在五块钱的时候 就买了这个NAN 并且呢 啊 可能会持有的时间比较久 那么七块钱的时候呢 啊 很多人也出掉了 那么现在呢 又回到了六块钱 十个月上涨了1.5倍 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公司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 谷歌搜的啊 我搜的呢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排行前使的第一呢 就是BHP 我们的老大龙头矿业股BHP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CBA啊 Commerce Bank 第三个呢 是RIO利拓 第四个呢 是WBC Westpac 第五个呢 是CSL 我们的血腔啊 血浆血清公司 这个公司呢 是我 非常看好的 非常看好的 啊 因为他呢 是垄断 并且呢 有足够的现金流 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叫什么啊 版权保护法类似东西 就是你研发了一个药 别人要使用你的药 每年都要给你交费用的 那么这个呢 将会给他未来的三十年 四十年的时间 带来足够的现金流 再往下呢 就是ANZ 再往下就是NAB 往下就是McCurray投行 那么这持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 那么CSL呢 是其中的生物制药公司 所以呢 CSL呢 是已经从185涨到250块 我们在三月份 Bossio和Glenn-Waveley 六月的大奖座 都已经推荐过了 那么说到大奖座 再给大家插一句 十一月二十四号呢 我们在Glenn-Waveley 还是有一场大型的活动 我们请到了非常荣幸 请到了这个 带若顾比 带若顾比是谁呢 大家可能对他比较陌生 他被称为金融教父 就是左边这个 比较和蔼的 带红色领带的 我们中国人基本上 不带红色领带 但是老外比较喜欢 就是带若顾比 他呢 被称为金融教父 是全球十大技术分析 大师之一啊 全球十大技术分析之一 所以呢 很有幸 他是澳大利亚人 所以说我们也有幸 把他请过来 那么 金融教父部级别的人物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时间 一定要去参加一下 时间呢 就是下午的一点 到这个 呃 四点 地点呢 是Novatos 格伦维威威雷的酒店 然后11月24号 现场肯定会非常的人 人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提前 比方说12点半就到达 这样的话 大家肯定是确保自己 是有座位的 每次呃 大型活动都会有很多人站着的 啊 我们是很希望每个人都有座位 但是呢 酒店的那个消防啊 不允许人数过多 所以没有办法 已经是澳洲最大的这个 呃 格伦附近最大的一个 讲座的会 这个叫什么 呃 Seminar Room了 然后NN啊 就是从今年的两块八 最高上涨到七块钱 为什么他这么强势的一个上涨 为什么我们在年中的时候 推了CSL 还要推NN呢 就是因为他是做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生化危机啊 这部电影啊 又说到电影了 可能周末 大家要 看看电影 啊 生化危机这个电影 NN和他非常的像 那么这个电影呢 就是说的是呃 在未来的某一天 然后大家被病毒感染了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找到病毒的根源 并且研发解药 那么事实上 NN就是做类似的事情 那么他能够追踪到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哪一家诊所 哪一个医生 哪一个病人出了什么问题 他有大数据 并且呢 他能够处理的病毒 这些像HPV病毒啊 啊 还有什么包疹病毒啊 他都可以处理啊 非常的厉害 他呢 并且可以 探测到啊 这些病原体的一些 呃 追踪到啊 就说知道他们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技术非常厉害 他是防交叉感染的 传统的呢 纸巾擦拭方法和消毒纸巾 只能达到89%和96%的灭菌标准 啊 那么这是传统的 那么看到他啊 他是探头消毒器 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没有 百分之一百 这里啊 灭杀灭率 对吧 那么目前他的探头消毒器呢 NN的杀菌率啊 百分之一百 所以说你可想而知 他的市场会有多么的广泛在未来 因为你作为一家一个国家 一家医院 你最怕的就是感染病 或者是感染类的细菌扩散 那么如果你用消毒纸巾 这种传统的方式呢 他只会消灭掉 百分之九十六点七六 你哪怕留下了百分之零点四啊 何况他是留下了百分之三点几 那么这样的一个概率都非常的危险 对吧 你可能一天去个一百个病人 就会有三个病人被交叉感染了 这个非常的恐怖 那么他能够做到的是百分之百 你说他的股价能不涨吗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长期看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并且呢 他是商业模式非常的好 我之前说到的是这个打印机和打印墨盒的关系 Coco这里写的是T恤刀和刀片的商业模式 看来他比较懂这个男性 当然我们好像现在很少用T恤刀和刀片了 那么他呢 就是有一个微波炉大小的设备 那么该设备呢 是要卖特定的这个化学擦拭物的 所以说呢 你的设备呢 可能是七千美金 但是医院呢 每年要更换设备的零部件 需要三千美金 就是你每年要花三千美金 就跟你娶了个 找了个女朋友 不结婚 那你每年就要花的钱多了 对吧 至少三千美金 如果是你结婚了 那你对你太太花的钱 肯定就大大减少了 对吧 我觉得八成都是这样的 谁要是女朋友期间花的少 而结婚了给太太花的多 那我们都要束大拇指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他的商业模式 绑定式的消费 如果你买了设备 七千块 没问题 你之后每年都要继续买 我的这个熔业和试剂 所以说呢 再加上他的这个设备 本身是有五年的一个寿命啊 除掉他的试剂 设备五年也要换掉 所以说呢 这里有个非常不错的数据 是2019年六月的数据 全球安装的 这个设备 45% 已经濒临 淘汰或者更新换代 那么他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呢 将会有大量的销售额产生 所以说他在未来一到两年的财报 会表现的非常不错 另外非常值得说的就是他的CEO 他的CEO呢 是原来Cochlear的16年的全球技术 市场运营总监 16年啊 Cochlear大家应该都清楚 是做尔沃的那个 目前股价已经200多块了 价值市值120亿 大概呢 是CSL这样的一个金融 这个医药巨头的十分之一 在澳洲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20亿 那么担任16年 大家可想而知 这家公司的CEO啊 就是来自于这家 Cochlear16年的全球市场运营官 那么在未来 他很容易就把现有的资源 直接转嫁 转嫁给NAN这家上市公司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他在短短四五年之内啊 就稳定了澳新地区的市场质量率 并且迅速开拓美国和欧洲亚洲市场 目前呢 他的其他的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 尤其是亚洲的地区 亚洲地区对他的需求会非常大 因为亚洲人口密集度比较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CEO的联系方式和工作经历 NAN从2012年到现在7年了 那么在Cochlear工作16年 在整个大型的医药行业里面 他已经工作了20多年 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呢 并且他在13年的时候啊 就加入了这家 这市值只有两亿啊 比股价不到五毛钱的小公司 震惊了他所有的同事 所以呢 他通过不到六年的时间 就已经占有了75%的澳洲市场 和46%的北美市场 所以说占有率非常高 那么通过他的能力 未来呢 将会在欧洲市场我相信继续高达46%的市场占有率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在亚洲市场 Cochlear已经打开了 所以呢 他也是有这个资源的 那么如果打开澳洲啊 亚洲20%到30%的市场 那么他现在的股价就至少是还要翻倍 所以呢 我们看A2奶粉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价啊 为什么我们在年初那么推荐 A2就是因为他今年的主要战略就是走出去 走到美国和英国 如果他澳洲还是那句话 他澳洲的估值给到他是10块钱 After pay 如果他走到了英国 他的人口客户数就是4亿3亿 澳洲只有2000万 所以呢 他的估值至少要翻两到三倍啊 就是到30多块钱 那么NN呢 如果他能走到欧洲 走到亚洲 那么他的股价至少也要翻倍 因为你的销售的规模是成倍在增长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他在亚太地区的占有率 目前只有4%啊 非常有潜力 那么欧洲和中东地区占有率只有2% 其中英国占有率14% 澳新地区达到75% 对吧 所以呢 他的增长空间本来就非常大 另外呢 他又是你只要一家医院用了 每年都要付你钱 并且三到五年之后还要再换一台设备 多赚钱啊 多好的生意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生意 这些财报也不给大家看了 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强劲 啊 我们就是认为啊 拿到这个三到四年之后 我们就是说十倍啊 对吧 当然了 不能这么夸张的去讲这个事情啊 不过这些股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如果是逢低 大家可以适当的尝试去持有 并且整体风险比较低 因为他现金流很充沛嘛 我们最喜欢的这个 最喜欢的这个公司啊 就是现金流又充沛啊 又是医药行业的 又科技的 又垄断的啊 又能不停的去增长市场份额了 你看他都符合 并且CEO管理层非常的厉害 都符合 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NN这家公司的股票 那么还有一些呢 像WPL 这是石油的啊 那么结合 如果是我们喜欢买一点期货的 我们可以买石油啊 我个人非常赞成的是买石油期货 因为每天有利息可以赚 你买石油的股票呢 没有利息赚 只有分红 那么长期持有的话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持仓成本 所以我不建议 还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原油 啊 这个呢 是石油行业的一个分析 那么目前中国大陆呢 在澳洲呢 也是不停的在找天然气啊 和相应的一些产业 那么CES啊 这个WPL呢 也是在澳洲是相当有地位的啊 所以市场占有份额还是不错的 它比较适合长期持有 因为速度比较慢啊 啊 那么我对应这个石油看一下 好了 石油已经是跟大家说过好多回了 底部非常的明显 对吧 5758附近的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呢 看到哪里呢 其实它要回补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呢 大概是63左右的位置 那么长期呢 能够碰碰触到这里 就我认为非常不错了 如果再保守一点呢 我们看到这个低点啊 这个空区间的低点 为什么这么换呢 这有个低点这个低点 其实呢这个方法已经交给大家很多遍了 都比较简单啊 然后到这个是62 对吧 现在是还有两块钱的一个不到两块钱的一个价格区间 那么我们再往下 保守一点啊 它还有往下一个区间 是不是在这里 对吧 目前呢已经到达了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石油 其实风险非常的低 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买一点石油 对吧 你看这里 所以呢 基本上这里就是连续的一些底部 如果我们觉得经济不好啊 那你觉得石油能跌到哪里呢 对吧 你最低最低也就跌到30块钱 30块钱 现在60块钱 顶多跌50% 你像我们买股票啊 有的时候像afterpay 对吧 你可能从35块钱直接掉到10块钱都有可能 18块钱有可能 像买一兔奶粉从17块钱掉到9块钱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贝拉美之前就直接腰斩了 腰斩再腰斩 还有这个AMP 对吧 所以你是没有底的 但是你都敢买 为什么石油你有底却不敢买呢 所以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并且作为战略储备资源来讲的话 它如果油价持续一直在30块钱左右徘徊的话 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因为大量的国家会直接大量的买入石油 储存起来 对吧 因为它迟早有涨高的时候 比方说它涨到60块钱 80块钱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把国家储备的30块钱成本的原油 拿出来消费 那多爽啊 或者是我高价再卖给其他国家 如果用不到的话 这个东西只要有国家用 并且它是个消耗品 你说石油挖不完 我从小就学这个课文啊 学说石油还有10年20年都挖完了 我据我小学到现在应该已经有20年了 但我发现石油越挖越多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我们没办法去衡量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它只要是存在 有人用 那么它一定就会产生价值 它本身一定要有个价格 才能卖出去 那么还有个就是中东 它希望的价格是在60块钱以上 所以呢 低于60块钱 这个是UKO 低于60块钱 国家就会出手 签订一些协议 对吧 会给美国施压 美国也反向会给中东施压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觉得风险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买多少呢 给大家再说一遍 那么一手呢 就是100桶 一桶价格是60块 100桶呢 就是价值6000块 如果我们有1000块钱美金 那么呢 我们能买多少桶呢 你就算一下吧 从60块钱跌到30块钱 你最多用两倍杠杆 如果你有一千块钱美金 你就买2000块钱的原油 放在那 如果你有一万欧币 你就买两万欧币的 放在那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利息怎么看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大部分的产品啊 买的时候也不看这个持仓的成本 比方说USO和UKO的持仓成本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买涨呢 是两块七 每天都有利息赚 两块七 那么USO呢 USO就是负的 给大家看一下 是负的五块七 所以说呢 你当你同时想要买涨石油的话 你要买UKO 英国的那一个 目前还是正的仓器 有人说没声音了 有人说 为什么NNN的股价掉了1.7%的 1.7%今天 这个 不要看这百分之一点几啊 我从来不看这百分之一点几 要是说涨了10% 我都 我都觉得没什么值得看的 除非说 它的公司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它股价的 一天的涨5%也好 跌5%也好 跟我没太大关系 如果它的公司基本面没发生变化 所以呢 我们买股票跟买外汇不一样的 股票呢 基本上你不需要看技术分析 只要你的公司呢 它没有发生变化 它每年的增长20% 那它的股价就会每年再增长啊 它或多或少会有调整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太多关注 然后黄金股票还能持有吗 非常好的问题啊 来自心灵的拷问 我的黄金股票亏的是我目前股票里面最多的啊 非常可悲的是别的股票都涨就它不涨 那么是哪一只股票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SBM 这只股票为什么不涨 我也不知道 我是精挑细选选了半天之后 决定买了它 结果呢 非常表现非常差 当然我也不能说它不好 说它不好的话 大家都不买了 都开始抛了 它的股价就跌得更厉害了 我得说说它的好 这样大家买一买把股价拉一拉嘛 我也能适当的结点套 当然开玩笑了 SBM的话 它本身作为黄金类的公司啊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它的公司啊 它挖出来就是钱 我实在不理解 它怎么能赔钱 黄金类的公司手里都握有大量的现金 对吧 你想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现金 那么这一类公司呢 在未来只要它有矿 它就不愁没有钱 不愁没有钱 那不就是富二代吗 并且他 他的父亲是富二代啊 他的爷爷是富二代 家里还有金矿 你这能跌到哪去啊 所以我就不太信 他会一直跌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轻易抄底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黄金啊 黄金的价格 期货价格上面是有压力的 因为澳日已经开始上涨了 对吧 所以呢 黄金股票下跌是很正常的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好了 大家有问题 赶紧问我们马上还有十分钟到九点了 SBM 这个网站呢 叫Tradingville 是我一个 比较非常不错的一个客户啊 他是这个 中文学校的校长 就此前说到这个爱国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他给我的反馈也非常的让我 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因为呃爱国这件事情呢 我们很多华人就是比较盲目 中国人和老外有一个思维上的明显的差异 是老外做事情喜欢句话 中国人做事情喜欢抽象化啊 比方说我爱国我就是爱国 但你怎么爱呢 我见过老外表白说我爱你的眼睛 我爱你的鼻子 我爱你的眉毛 那中国人从来不会这么说 呃 会被这个会把女生给吓死 所以呢 思维差异上的变化不一样了 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爱国你把它分解具体一点的话 它就是一个传承 一个文化 对吧 呃 一个民族 然后一个组国家的一个领土完整 然后最后要到政党 是否你爱这个政党的一个执政能力 或者是怎样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需要巨化的东西 在金融市场中啊 你巨化的越详细越好 有很多东西都是量化吗 我的title叫量化分析师 对吧 你把它量化出来就非常的好了 就看得很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一个compare 加一下黄金的价格 好了 这个呢 就是黄金的价格啊 我把它放了周期稍微大一点 因为黄金的价格最近波动的太不大了啊 太小 一直在横盘 好了 这个就比较比较大了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两者是相关性比较强的 那么 这根线呢 我画出来 这根线呢 啊 这根线啊 就是股票SBM的走势图 啊 大家看 从2013年是不是就就下跌了比较厉害 对吧 在这儿出底了 2015年出底了 开始反弹 然后反弹 反弹啊 上涨了好多倍 对吧 然后呢 又开始上涨 然后又上涨 又下来 又上涨 又下来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上面那个呢 就是黄金的走势 那么我们再看 基本上股票的走势 我认为是超前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股票的回测啊 你看 在这里的时候啊 这个黄色线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下行了 对吧 已经开始下行了 那么黄金呢 是从这里才开始下行的 所以他会之后一点 那么股票呢 是在这里开始上涨了 对吧 黄金呢 是在这里才开始上涨 所以二者有一前一后 股票一般速度会快一点 啊 他波动的比较震荡 比较大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么所以黄金呢 本身也是承压的嘛 刚刚也讲过了 因此股票回调也很正常 他往下空间还是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抄底 啊 大家看一下2015年 非常的恐怖 对吧 当然我认为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因为他现在手里有矿 当时呢 是因为矿出了问题 一家金矿公司 如果没有新的矿产 那这价格会跌得很惨 啊 但是他现在手里是有的 并且还会继续开采 至少十几年啊 那至少在这十几年的周期里面 不用特别担心 得指和道指啊 这个是不错的 我做得指做的非常的厉害啊 当然了啊 也赚钱 那么他的这个厉害呢 也是指经验很丰富 给大家之前也讲过了 短线怎么操作这个指数 这个不是很好看的 这个图 我灌成一个五分钟 五分钟还可以啊 这个图形 大家怎么去看呢 其实呢 指数里面啊 因为指数是24小时 美国是基本上都是交易的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你做短线的话 啊 基本上就是 之前我们教过大家突破啊 做突破的 比方说我先从这里开始吧 一根大阴线下来 对吧 这是证明开盘了啊 开盘了之后呢 回去没回来 然后又往下走 对吧 那你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交易 就会赚很多钱 期间呢 你再加上吹零stop 对吧 然后呢 这开始拉升啊 然后回来回踩 然后又拉升 然后突破 对吧 这里突破 突破之后呢 往上走 又回来 又往上 就是他没有跌破这里 你就可以继续追涨 所以呢 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那么在这里下也是一样的 下了之后呢 然后又回来 又没有上去这个顶 对吧 所以呢 他又往下走 那么到了这根线 对吧 这根有红色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画的 反正就在这支撑了 然后上来了 就很简单 他的操作呢 当然了 你不能有单根弦 一根弦去直买涨 那个风险就比较大的 只做空也是不行的啊 他是可以上可以下 所以说呢 你可以同时买涨 也可以同时来 做空啊 比较简单一些 另外就是判断现在的话 欧洲呢 目前脱欧 基本上接近尾声 所以说欧洲股市和美国股市上涨是合理的 那么在这个消息消化之后 下个月还有中美谈判 可能还会继续刺激它上涨 在12月份 我就不建议大家继续买涨了 12月份有可能经济数据会很差 因为我们在澳洲看到的现象就是 澳洲摩尔本City天天在打折 有可能已经把12月圣诞节的消费力给提前释放掉了 那么那个时候12月初的消费数据就会比较差 那么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恐慌和抛售 包括我记得去年12月股市下跌的也很惨 所以大家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么因此大家在10月份 如果中美大争协议之后再涨一波 大家见好就收 不要太贪心就行 外汇周伯福的网 这个在哪个网站能看到 Tradingville就可以 就是刚刚外汇的这个周伯福 Tradingville就可以看到 这里都有 对吧 所以它非常的详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Pricing 不好意思 要付费 大家可以可以自己 如果是觉得资金比较多的话 大家可以付费自己去看一下 还有一些技术指标啊 都是不错 这个网站整体还是不错的 广告也比较多 那个嘉宾的话是这个带若顾比 带若顾比 AMP如果是11月份啊 底会涨到 如果是涨到两块四左右的话 大家可以适当的抛售 现在的话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低 很多人问这个大空头的原型 现在正在做空港股和港币 这次他会成功吗 啊 概率比较低 概率比较低 因为有大陆资金支持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啊 CLA说可以持有吗 啊 只要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这个其实无所谓的 因为股票的话 有几个考核指标 一个呢 就是公司还能不能继续发展 另外呢 就是他的市场规模是不是继续扩大的 第三呢 市场出现 是否出现了新的竞争者 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话 啊 也没有出现管理层变动 啊 像TWE就是管理层变动了 他就股价跌了 那正常没有问题的话 就会继续持有 这个问题不太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二周四再见